新鲜猪肚 大家好我是龙姐 今天我来做个铲尾铁石猪肚 今天买了一个新鲜猪肚 把它清洗一下 剪倒一点柴油 容易不停地揉 把面上的粘液揉掉 再用温水冰水两段 这样很快就冰水冰水了 洗后再用刀把没洗掉的粘液刮掉 只有用刀才刮得干净 洗完后再用棉粉洗 洗干净 最后放盐 再用力揉 这样洗起来非常的干净 再把它翻过来 把上面的油煎掉 放盐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 再翻过来 这样就清洗好了 比洗肥肠要轻松多了 这是我提前洗好的枯椒 这里一共有一斤枯 把枯椒装进猪肚里 枯椒装进猪肚里 枯椒等猪肚有亲热相照排毒作用 全部装完了 把它捆起来 这样就好了 放入砂锅中 放入砂锅中 拿去蒸鱼 大火烧开 拿去上面的浮沫 和料酒 胡椒粉 炖两个小时 切点青红海椒 蒜末 小葱 淋上热油 一发香味 加盐 白糖 味精 发酵粉 生抽 葱 黑椒油 时间差不多了 筷子轻松的就能擦头了 把它捞起来 发开 哇 像一包珍珠 还苦点倒入小沙盒中 猪肚 切片 切好放入沙盒 把汤汁倒进来 烧开放入盐 来点葱花 还有食欲了 在猪肚片沾上料汁 味道非常的好吃 汤汁和枯杆也非常的玄美